水淹夏批 夏批之战发生在东汉末尼 这场战争中曹操利用水淹战略击败了吕布 从而解除了曹军根据第四周的其余势力 公元199年 吕布与袁术结盟反叛朝廷 他还派高顺张辽去攻打刘备 曹操知道后 亲率大军来平定叛乱 经过一番激战 曹操将吕布围困在东汉末 困在夏批城内长达了三个月 但是夏批城城池坚固 久功不下 曹操也有了撤军的念头 然而曹操身边的谋士寻忧和郭家 为他想到了水淹夏批城的计谋 曹操一听非常高兴 立即叫人挖通渠道 以四水和以水到夏批城中 吕布见此情景 知道抵挡不住曹军攻击 于是向曹操投降 结果被曹操所杀 曹操将吕布杀死后 很快掌控了徐州势力 并解除了根据地野州 和豫州周围的威胁 为关渡之战奠定了基础